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一的变化是让自己变得麻木 变得非人 站在荒丘上 滕青山一站就是整整六天六夜 期间更是下了一场大雪 第七天清晨 太阳升起 一只如雕塑般的滕青山 豁然惊醒 我 我到底在干什么 普通人 先天 虚敬 动虚 志强者 都是人 是人 就有感情 没有了各种感情 自然就没有了感动感悟 没有了感悟 咱们去领悟志强之道 滕青山的眼睛从之前的平淡冷漠变得亮了起来 整个人似乎充满了生机 要感悟这天地 直到这天地运转 应该深入的 用自己的内心去感受才对 滕青山想通了之后 整个人心境似乎都蜕变了 哈哈哈哈哈哈 滕青山大笑一声 收回世界之力 顿时寒风吹在身上 滕青山的双脚也陷入冰雪当中 嗯 有心去感受 滕青山伸手抓起一把冰雪 冰雪迅速融化 哈哈哈哈哈哈 滕青山仰头大笑 随即大步前行 农田旁边的田梗上 滕青山 滕青山趴着 盯着一棵小草 深深吸一口气 嗯 这是泥土的味道 还有生命的味道 一条江河中 滕青山直接扎进滔滔江水当中 片刻后便在岸边吃起了烤鱼 这点碎银子 你带你娘去看病吧 滕青山在梁州的一座小城贫民家里 将十数量银子递给一名少年 而那卧病在床的妇人 连要下床感谢少年更是要磕头 滕青山却突兀地消失了 啊 神仙 少年和妇人都挣住了 而在树立地外 劈头散发 宛如苦行僧的滕青山 却一脸笑容 喃喃道 方人的感觉 真好 九州大地 每一座城池 每一条江河 每一座大山 都留下了滕青山的足迹 一切都率性而为 或是蹲在大山里 看着一窝刚出生的小狼们喝奶 或是混入强盗屋里 看着强盗内的快意狠辣生活 或是待到青楼里 看青楼卖笑女子背后的心酸 或是当一个伤位的护卫 感受不同人的辛苦 或是遇到想要拜明师的少年 指点一二 在这个过程中 滕青山有时候很开心 有时候很愤怒 有时候却只能低谈一声 可有时候却莫名脸上浮出笑容 他完全让自己沉浸进去 感受别人的生活 感受动物的感情 乃至草木的性情 转眼 已是深秋 距离滕青山和裴三一战 只剩下三个多月时间 独自一人 衣服破烂 滕青山却是一路 哼着前世常听到的调子 如今滕青山的精神 和刚离开大岩山时 有了明显的变化 就仿佛一颗冰冷的内心 洗去了表面的灰尘 融化了内心表面的尖兵 腾青山的内心变得清澈 宛如晶莹玉石 赤子之心 此时腾青山的内心 在经历前世今生 加上之前 先是看九州各种事情变得麻木 之后再让自己融入进去 这种出世 入世 让腾青山的心灵 变得前所未有的赤诚 还有三个多月 就要和裴三一比了 可惜啊 这一年多了 我都没有一点突破 看来三个月后 到时候只能认输了 想到这儿 腾青山却没有一点不满 不甘心 感受人世间这么多后 单单认输 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过 这一年多的游历 倒是值得 这些年 我一心扑在修炼上 可是忘了 人生在世 修炼到底是为了什么 修炼的目的 是要保护亲人 是要让自己 能够在这世界上立足 要传承内家全一脉 而现如今 我的实力 完全能保护家人 内家全一脉 也传承了 既然 我修炼的目的达到了 我就该好好享受着 世间快乐 好好和七次 儿女们在一起 腾青山这一年多 完全让他醒悟了 达到至强者 他腾青山 是有这个目标 可是 人的野心 是无穷尽的 时间 却是有限的 将有限的时间 花费在无尽的野心上 临死 自然会后悔莫习 知足常乐 自己既然已经达到了足够的高度 接下来 就不必为了野心 而让妻子 儿女担心 哼 这里是楚郡地界了 就这么一路 走回大雁山吧 在腾青山看来 这一年多的游历 整个人思想的蜕变 对比天道感悟突破 更让他心细 忽然 腾青山听到前面官道上 隐隐约约 传来各种厮杀声 强盗匪徒 有时候 也是无路可走 再被逼 走上这条路 然而商人们 更是拼命去赚钱 更是无辜 腾青山这一年多 进入过强盗窝 直到强盗当中 也有不少是无路可走 才贵如此 也不管前面杀戮 腾青山反而 快速朝前面走去 饶命 饶命啊 各位好看饶命 这货金银 都给各位了 饶了我等性命 此刻 杀戮已经停止 商人一方的某个大商人 正在惶恐地求饶 腾青山眼睛一亮 诶 这不是当初那位周老爷吗 当初那周老爷 欲要侮辱了李家媳妇 而后被李家少年拦住 那次腾青山可是亲眼看到 可惜当初这周老爷 暗中命人 去杀了那李家少年 我当时心境入了魔 并没有去援手一把 此时 这位肥胖的周老爷 一头冷汗 正在求饶 周老贼 你看看我是谁 一道立鹤声响起 周老爷抬头一看 疑惑地仔细看去 不由脸色大变 啊 是 是你 李 李 李 不 不 当初天不觉我 今天 周老贼 我就送你一场 这叫李亮的精悍青年 手中尖刀 猛地刺进周老爷那大肚子内 不吃 周老爷瞪大眼睛不敢相信 他这一辈子 竟然会死在这个李家小贼手里 不吃 尖刀猛地拔出 顿时鲜血喷剑 各位兄弟 我有幸杀到这仇人 谢中兄弟了 滕青山身形一晃 便已经走过去 可那死去的周老爷 不甘心的眼神 那个叫李亮青年的畅快 滕青山都看在眼里 果真奇妙不可言 这周老爷 最终竟然命丧着李亮之手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九鼎记 滕青山脸上微笑着 可忽然心中生起一次明雾 这叫天道循环 保应不爽吗 天道循环 嗖 滕青山不由破空朝高空飞去 一口气 给了足足过千丈 而后才停下 在高空当中 滕青山俯瞰下方无边大地 脑海中瞬间浮现一幕幕场景 他亲身去感受一件件感人的事情 以及他麻木心态 看到的各种事情 滕青山的心境 瞬间陷入一种奇特心态 处于一种超然的 脑海中掠过一件件花草树木 飞行走兽 以及人类的诸多事情 可是种种感情 也在心中不断滋生 仿佛有一条无形的线 将一件件事情都给联系起来 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 天道循环 滕青山缓缓降落 落到一座山林当中 一棵高大古老的柜树旁的空地上 顺着心中那莫名的感悟 滕青山盘膝静坐 生长老去 在天地间中的一切生命 都有巅峰和低谷 也有生和死的时候 老人死去 婴儿降临 静坐在槐树下 滕青山闭上眼睛 脑海中不断浮现种种感悟 而在尼丸宫当中 原本精卫分明的黑色 充满死气的黑色水银般液体 和白色充满生机般的鱼鹿液体 都延伸开道道气流 黑色气流和白色气流 渐渐缠绕 只见产生了一丝灰色 滕青山的世界之力 也如当初的秦时期一般 变成灰色 且含有黑白二色 不过滕青山的黑白二色 和秦时期的黑白二色 本质是不一样的 一个代表着生死 而另一个则代表着阴阳 随着滕青山的感悟的提升 他的世界之力中 灰色力量比例缓缓提高 黑白二色比例逐渐下降 小三 你跟着你说他们 显得大冬天的 山里的狼最恶 也最狠 一背负着进攻 手持长枪 穿着瘦皮的大汉 正带领着二十几号人 小心地行进在山林当中 这一座大山 被当地人称之为野狼山 就是因为狼多 放心吧大伯 一名少年 正兴奋地手持一杆铁枪 四处环顾 似乎想要看到恶狼 去杀一头 证明自己实力似的 这一群猎人 伸一脚浅一脚 行进在山林内 半天后 打了不少猎物 颇有些收获的猎人队 美滋滋地 从另外一道山路下山 顺路也能杀到些猎物 诶 大伯 那边好像有雾气 这少年一眼看到 连忙喊道 大家都小心点 这瘦皮大汉 却是一惊 连忙喊道 诶 那边是有雾气 有好几个猎人发现了 在这人际罕至的山林当中 猎人队很清楚 遇到特殊情况 绝对不能大意 奇异的景象 一般代表有特殊的情况 说不定 就是危险降临 这壮确 这壮硕 瘦皮大汉 低声道 你们在这儿 我靠近看看 一旦不妙 立刻分成三队逃开 知道 放心吧大哥 这群猎人 个个应声 嗯 瘦皮大汉 矮着身子 手持长枪 小心翼翼地 朝那边靠近过去 带得前进了 约莫十五六丈时 趴在烂树根旁 瘦皮大汉 看清了前方 到底是什么 我的老天 瘦皮大汉 愣愣地看着 眨不亮下眼睛 是 是神迹 瘦皮大汉完全傻了 这瘦皮大汉 在这边发呆 而其他猎人们 倒是心急了 立即 有三名精壮的猎人 迅速悄悄过来 其中一个 更是低声道 嘿 大哥 怎么会 话说一半 他也呆呆盯着前方 这四个人 紧呆了 这令不少疑惑的猎人 朝这边赶来 但凡看见 眼前景象的猎人 个个惊呆了 哎呀 是 是什么 神迹 我的天哪 果真有神 这些猎人们 傻愣愣地 一个个自言自语 只见他们眼前 灰蒙蒙地掺杂着 大量黑白二色的雾气 正不断旋转着 包裹着一道人影 这神秘人物 因为周围有雾气环绕 所以整个人模样 显得很模糊 根本看不清 可是那旋转的雾气 却同样笼罩了 这人身后的那棵桂树 这棵桂树 在雾气环绕之下 竟然时而缓缓生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长出新的枝叉 开枝散叶 甚至于长出了桂花 那桂花香都能够闻到 可是仅仅片刻 这个桂树的枝叶 又开始枯萎 掉落 树上光秃秃的 生长 枯萎 在短短片刻 这个桂树就经历了一个生长周期 神 是神 这些猎人们完全惊呆了 看着桂树树干上的树叉长出来 绿叶冒出 甚至长出桂花 这一切都只是几个呼吸功夫 而后又迅速枯萎掉落 同样也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神啊 不少猎人立即跪了下来 向那雾气环绕的神秘人物 进行磕头表示尊敬 自从这支猎人队 在野狼山上 发现了神的存在 这消息便开始从他们自己的村子 朝其他村子传播开 在仅仅十天的时间内 便让周围不少村子都知道 这也令不少村子的人 感具野狼山 专门去拜见神灵 那棵桂树 在短短片刻便进行了 生长枯萎一个轮回 这一幕令那些看到神灵的人 愈加激动 这消息传播自然更快 消息一开始传播的慢 可是越往后越快 之前十天 才传播周围不少村子 可后面仅仅三天 便疯狂传播开 乃至于在扬州势力极强的 刑萎门也得到了这个消息 扬州 大阎山刑萎门东华院中 哎 青山已经出去游历天下 一年多了 距离腊月十八 也就三个月了 青山还没回来 李俊站在练武场旁 牵着秀秀的小手 一边走着 一边想着 这近两年的时间 和腾青山没见过一面 说不想念 那是假的 他几乎天天都在想 可是 再想念 他也知道 腾青山现在正在参悟苦修 为腊月十八 那巅峰一站做准备 娘 娘 外面传来声音 只见红铃和带门主杨东 一道冲了进来 其中红铃一脸惊喜之色 怎么回事 李俊心中一动 连忙问道 师母 我们得到了消息 旁边的杨东连忙说道 在楚郡那野狼山中 当地人 发现山林当中 出现一个奇景 一名全身环绕着雾气的神秘人 盘隙静坐在一棵桂树下 那棵桂树 因为雾气环绕 迅速生长出枝条 长出枝叶 乃至长出桂花 这一切 仅仅几个呼吸事件 而随其 桂树又枯萎了下去 枝叶 进阶枯萎掉 啊 李俊吃了一惊 我们的人 也当场发现 这神秘人环绕的雾气 主要是灰茫茫的 其中架杂着 不找黑色气流 阳东连忙说道 旁边红林激动地连说 娘 当前 能做出如此极特的事情 恐怕 就只有爹和那裴三了 爹不是说 裴三的力量 是夹杂着一丝雷电之力 而爹的世界之力 是黑白二色 或许 爹现在 红林没有说完 旁边的李俊 已经激动地连道 你们两个 跟我马上去一趟野狼山 将那女童秀秀 交给侍女 李俊甚至顾不得 去带儿子红武他们 便直接将 布色凤华小青喊来 李俊 红林 以及杨东三人 立即乘坐布色凤华 朝那楚郡方向 飞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有声小说 九底记 作者 我吃西红柿 演播 夜语听声 第三百九十三集 楚郡 野狼山 自从野狼山 传出有神灵的消息后 在周围的不少好奇的人 都赶过来一看 而因为地理优势 归原宗和行义门 以及对这些稀奇古怪的事 最好奇的万象门 这三大宗派 是最先派人过来的 所有人 不得靠近 退后 归原宗和行义门 最早抵达的这一群人 自发的联手 将普通人给阻拦住 哎 我们是来拜神灵的 你们凭什么来 有不少舞者 都很不满 可是归原宗和行义门的人马 那也不是一般人 敢去招惹的 哎 别看 刘光 不少人仰头看天 只见一道流光 从远处迅速地坠落 一眨眼功夫 一头全身沐浴在火焰中的巨大神鸟 不色凤凰 已经停在了 离贵树仅仅十丈处 而李俊 红林 杨东 中三人都立即跳下 都仔细朝那雾气当中看去 哎 是不色凤凰 是行义门的 不色凤凰来了 滕青山一定来了 那个青年 是不是就是滕青山 嗯 很可能 就是滕青山 周围立即传来激动 喧哗的声音 显然 不色凤凰和滕青山这两个名字具有很强的震撼力 可惜 真正见过滕青山真面容的比较少 竟然不少人将杨东误认为是滕青山 嗨 你们这是没见识了吧 那是行义门待门主 不是滕青山 对对对 滕青山 比他还高一些 立即有知道一些事情的舞者反驳 而这时候 在滕青山周围 仔细看的李俊 滕洪林 杨东三人 他们勉强从雾气中 根据里面人的大概模样 以及这世界之力的特殊性 来判断是否是滕青山 一旁不色凤凰 发出一声鸣叫 是青山 真的是青山 李俊心中激动 滕青山的气息 世界之力气息 他接触次数太多了 而旁边不择凤凰 也告诉李俊 这被称之为神灵的 就是滕青山 阿东 李俊连道 传令下去 将周围全部封锁 禁止任何人靠近 当敢冒犯者 刀枪无情 青州 天神宫一座 幽静楼阁内 一身素衣的孟渡轩 正在弹琴 琴声悠悠 而旁边的裴三 眯着眼 一手端着茶杯 一手在腿上随着琴声 敲打着节拍 师父 师父 一道流光 直接飞了进来 正是寿王乌侯 什么事 裴三依旧眯着眼 随口问道 师父 在扬州楚郡境内 野狼山上 有人发现 有神秘人 坐在一棵桂树下 神秘人身体周围 环绕雾气 而这些桂树 却在几个呼吸时间内 开枝散叶 长出桂花 而后 又在几个呼吸内完全枯萎 而且 那行一门的人 称作不死凤凰 已经到了那 并且将那封闭 禁止任何人进去 巫侯连忙说道 裴三整个人 坐在那 一动不动 啪 裴三手中的茶杯 直接掉落 砸在旁边桌上 而后 翻滚 跌落到地面上 啪的一声 碎裂开来 茶水也流了一滴 嗯 好 好 裴三双目放光 仿佛黑夜中 忽然出现一颗太阳般刺眼 好 裴三忍不住一拍桌子 站了起来 生死转换 生死转换 腾青山 腾青山 我果然没看错你 我果然 没看错你呀 啊 哈哈哈哈 裴三仿头唱快大笑 那雄浑的笑声 响着整个 爹 当裴三正激动开心的爽快大笑时 裴雪莲 这时候 笑应灵的跃上了阁楼 走了过来 什么事情 让爹你这么高兴啊 说与女儿听听 旁边的寿王吴侯笑道 哈哈 师妹 在扬州楚郡境内的野狼山上 有一个神秘人 身体周围环绕着雾气 被当地人传为神灵 因为这人坐在一棵桂树下 而这棵桂树 不断地长出枝叶 乃至桂花 而后呢 这棵桂树 又迅速地枯萎下去 这听得裴雪莲大吃一惊 吴侯接着笑道 现在行一门的人 已经将那封锁 按照我们的猜测 那神秘人 就是腾青山 嗯 对 肯定是腾青山 在这世上 能够达到生死转换 与弹指尖的 也只有我 和腾青山 唉 真是没想到 在腾越十八到来之前 这腾青山 竟然真的能突破 没让我失望 没让我失望啊 哈哈哈哈 说是弹指尖 实际上 只是夸张之词罢了 啊 恭喜爹 旁边裴雪莲连忙笑道 裴三微微一笑 对了 爹 这个腾青山 和之前的秦师妻比 谁更厉害 裴雪莲连忙问道 啊 当然是腾青山 裴三弹笑着 那秦师妻 是在生死之战当中 得以突破 可是 秦师妻的阴阳之力 融合程度 并不算高 且当时生死之战 他也没有更多时间 去参悟巩固 而腾青山不同 他是在苦修当中 参悟到的 而且 现在还在继续参悟 继续提高融合程度 且会完全熟悉 这种世界之力 腾青山的生死之道 融合程度 将会抽过秦师妻 这才是我 真正的对手 裴雪莲大吃一惊 啊 爹 腾青山这么厉害 那爹 你有把握吗 上次一战 秦师妻都已经重伤裴三 令裴三最终休养数个月 可就是那样 裴三其实 都是有把握的 可是 腾青山比秦师妻还厉害 那裴三 还有把握吗 嗯 没有把握 或许 现在我还比他强些 可是等到腊月十八 还有三个月 还有三个月 这三个月 足以令他达到和我一样的 无限接近 至强者境界 裴三 胖三摇摇摇头 走到楼阁栏杆前 看着无边的天地 双眸中 有着一道 夺目亮光 对手 这才是真正的对手 没有把握才好 没有一点把握 生死未知 只有如此 才能进入真正的极限 精神提高到极限 才可能踏进至强者 看着扶着栏杆 摇看天地的高大背影 裴雪莲 不由咬着嘴唇 在他心中 从济世开始 他爹裴三 就好像一座雄伟的高山 能够阻拦一切危险 没有任何事情 他爹做不到的 而在他心中 他也一直 极度崇拜着他爹 就算他爹 要灭掉天下第一宗派 摩尼寺 他也同样对他爹 信心十足 果然 摩尼寺 果然被他爹灭了 他爹提出 要约战天下间三大强者 在裴雪莲看来 那所谓的三大强者 肯定要被他爹击败的 而且他爹裴三 一直都是信心十足 的确 黄天秦 秦时期都先后陨落 而他爹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可是 可是 可是他爹现在竟然说 没有把握 总是信心十足 面对一切危险都谈笑风生 成竹在胸的附近 胚三 竟然此刻 说和腾青山一战 没有把握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九鼎记 裴雪莲脑海中 不由浮现了腾青山的模样 对于这个 从他身边夺走他爱徒 充满传奇性的男子 裴雪莲虽然不喜欢 可是 必须得承认 那个传奇性的男子腾青山 的确是九州历史上 都屈指可数的 风华绝代的人物 然而 他爹 却是九州最强的 爹不会有事的 一定会赢 一定会 裴雪莲在心中 不断地说道 爹 裴雪莲忽然喊道 扶着栏杆的裴三 转头 笑看向女儿 裴雪莲却是深吸一口气 盯着他爹 郑重说 爹 那月十八一战 你一定要赢 一定 一定要赢 裴雪莲看着女儿眼眸中 闪烁的泪光 心中 不由的一颤 啊 雪莲 过来 裴三声音 柔和起来 裴雪莲走了过去 裴三却是伸手 轻轻将自己女儿 拥在怀里 裴雪莲抱着父亲 头埋在父亲胸膛里 眼泪 有些忍不住 裴三抱着女儿 轻声地说道 雪莲 爹答应你 那月十八一战 爹 爹一定会赢的 嗯 裴雪莲轻轻点头 只是紧紧抱着他爹 妇女二人 就仿佛雕塑一般 在一起 许久 许久 阳洲永安郡 归原宗内 诸葛圆孔仰头看天 天空中 飘荡着丝圈般的云朵 坐于桂树下 一枯一荣 与弹指间 嗯 青山是突破了 看来 青山对于 腊月十八一战 也是不想放弃 既然他突破了 那么到时候 恐怕真的要和裴三一战了 和裴三一战 生死未知啊 因为归原宗灭射日神山 诸葛圆红在没证据情况下 利用了腾青山一把 虽然说 诸葛圆红是为了归原宗 可是在心中 诸葛圆红依旧感到 对腾青山有了一丝歉意 毕竟他是看着腾青山成长起来 特别是当初 腾青山在归原宗的时候 诸葛圆红更是有心 将腾青山培养成 归原宗的宗主 甚至于要将女儿 诸葛青嫁给腾青山 女婿等于半个儿子 诸葛圆红 何尝没有将腾青山 当成儿子的心思 可是世事弄人 上死未知啊 诸葛圆红心中 有着浓浓的担忧 在九州上 一直绝对强横 同时神秘不可测的裴三 诸葛圆红心中 有着深深的忌惮 黄天秦 秦时期的先后战死 更是让诸葛圆红震惊 与裴三的强大 仿佛雕 仿佛雕塑一般 有序地排列开 只是一双眸子 使扫过前方那些好奇地 从各地赶来的人们 那些因为听说神灵的故事 更是知道 行义门的不死凤凰 也来到而吸引赶来的 各地人们 正一个个彼此交谈 却不敢冲撞行义门的人马 在由大量行义门递死 环绕封锁形成的区域中央 浓浓的桂花香弥漫着 不死凤凰 李俊 以及红林红武夫妻二人 等不少人 包括腾青山的父母 腾永帆 圆兰都在一旁守候着 爹爹 爷爷什么时候醒来呀 稚嫩的声音 从红武旁边 穿着红色小面袄的 女童口中传出来 哼 笑笑 要不爹送你回去 红武笑着说 不嘛 不嘛 那小丫头连忙摇头 此时 周围山地上 满是积雪 李俊他们来到这儿 已经等了一个月 可是腾青山 还是处于参物当中 因此李俊他们 只能默默等待着 旁边的桂花树 一次次地生长 一次次地枯萎 每一次生长 都散发出浓郁的桂花香 现如今 连方圆一两里内 都能嗅到桂花香 在这寒冬中 能闻到桂花香 的确是一件奇事 那灰蒙蒙的 世界之力中 蕴含着少量的黑白之色 然而这雾气 此刻开始 迅速地朝腾青山 收拢过去 仅仅一瞬间 这些雾气 便完全涌进了 腾青山的体内 而腾青山的身后的 那棵桂树 也停止在 刚刚发芽的阶段 青山 爹 师父 李俊 李俊他们一伙人 都呼呼地站了起来 在这等待了超过一个月时间 他们总算亲眼 清晰看到了腾青山 此时 腾青山身上的衣服 破破烂烂 且脏得很 而且脸上 也是一把胡子 乍一看 就仿佛流浪的乞丐 唯一的特殊之处 是腾青山的皮肤 就好像 晶莹剔透的猪育 生死相辅相成 没有生 怎么会有死 没有死 怎么会有生 腾青山缓缓 睁开双眸 双眸当中 隐隐有着奇异光芒流转 蕴含着特殊的魔力 吸引着人 原本都激动 看向腾青山的李俊 红武等一群人 都不由自主 受腾青山的双眸影响 有些神志不清了 腾青山这才惊醒 双眸恢复正常 小军 腾青山站了起来 啊 青山 李俊一脸激动 连跑过来 就一把拥抱住腾青山 在拥抱的时候 腾青山已经迅速地 将身上脏兮兮的衣服灰尘 进阶震散 且将所有灰尘裹成一团 换为一个泥球 跌入到地面当中 爷爷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腾青山转头看去 一名穿着红色小面袄的女童 正瞪大着乌溜溜的大眼睛 看着腾青山 哇 你的眼睛 好 好漂亮呀 腾青山一睁 旁边的徒弟腾兽等人 一个个忍不住捂着嘴 笑了起来 哦 眼睛漂亮 腾青山第一次 遇到有人这样评价自己 是秀秀吧 两年没见 这么大了 腾青山笑着走过去 一把就抱起了这个小丫头 小秀秀在腾青山怀里 还捏了捏腾青山的胡子 很惊喜的 哇 爷爷的胡子真长 爹爹他就没这么长的胡子 周围一群人 哑然失笑 爹 娘 腾青山看向一旁的父母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都十月十六了 离腊月十八 只剩下两个月 腾永凡说道 哦 两个月 自己还有两个月 就要和那天神功 陪三一战了 不过此次的参悟 令腾青山对那陪三 没有一点惧怕念头 腾青山点点头 看着周围笑道 哈哈 走吧 我们回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永生小说 九底记 作者 我吃西红柿 演播 夜语听声 第三百九十四季 腾青山离开 行一门原本封锁 那块区域的人马 自然也开始离开 这里那些好奇的人们 连忙冲到那棵桂树旁 可是 他们一个个都失望地发现 那棵桂树 当初那位神灵 已经消失不见 那棵桂树 也不再迅速地生长枯萎了 腾青山一群人 浩浩荡荡 回到了大岩山 行一门内 东华院中 夜晚时分 腾青山 李俊二人 一道静静地 在东华院内散步 在东华院内散步 青山 强者 否则没人能杀死我 当初在贵树下 刚开始参悟时 腾青山 腾青山境界 和当初那突破的秦时期 相当 而经过一个多月的参悟巩固 腾青山现在 已经无限接近于 至强者 我甚至于 都能感觉到 什么叫至强者 强大 自由 挣脱天地的质固 腾青山一眼 某种 闪烁着一丝希望 李俊 听得 也是 懵懵懂懂 不过 腾青山摇头 看得到 却摸不着 我现在 就是这样 已经能感觉到 至强者 可是 就是无法自己达到 这是最后一道关卡 我想 那裴三 也是面临着 最后一道关卡 历史上的东北王洪天 等历代一些厉害的 洞虚境界强者 怕都有不少 困在这一关 李俊连忙说 青山 那离大战之日 还有两个月 这两个月 你能突破吗 哈哈哈哈 这最后的一关 别说两个月 想不通的话 就是两百年 怕得无法突破 只能 靠机遇 我准备从明天开始 将我感悟的道 都转为一套套拳法 这一套套拳法 对我行一门 也是大有益处 行一拳的本源 便是这三体式了 腾青山也是直至达到 如今的境界 无限趋近于至强者 生和死那种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 互相克制的意境 完全领悟后 才将三体式完全琢磨透了 三体式一成 行一拳 在腾青山眼中 再也没有什么秘密 创造拳法 便轻松得很 时间流逝 腾青山每天吃饭的时候 和妻儿们谈笑聊天 陪陪父母 而其他时间 则是在书房当中 时而演练 演练拳法 时而就将一套套拳法 完全记载下来 所谓温固儿之心 腾青山将所悟的道 转为拳法的过程 就是一种 重新提炼的过程 十一月初一 东华院书房内 腾青山正在纸张上 画下拳法图 并且在一旁 留下一些注释 忽然 腾青山抬头 双眸中 有着一丝惊喜 嗯 师父来了 和师父诸葛元红 已经许久没见过了 腾青山连忙放下纸笔 走出了书房 而此时 诸葛元红带着儿子 诸葛云和清语 刚刚进入东华院 哥 清语老远看到腾青山 连忙跑过来 哈哈 小语 腾青山看着妹妹 现如今 妹妹也变得雍容成熟了很多 毕竟清语的儿子 都已经成亲了 哥 你这两年 一直不在大阎山 我回来看爹娘的时候 找你好几次了 都没看到你 清语牵着腾青山的手 声音 忽然压低了下去 哥 那月十八 你真的要和她 陪三一战吗 清语看向她 哥的目光当中 有着一丝担忧 小丫头 腾青山笑着 摸了摸妹妹的脑袋 放心 要相信你哥 我 嗯 清语点点头 小剧 你带清语他们 先去坐坐 见李俊过来 腾青山 连忙招呼一声 当即 李俊带着 诸葛云 清语 先进入堂屋去了 而腾青山 则是和师父 诸葛云洪 走在一起 这一对师徒 关系 颇为奇妙 说是师徒 其实诸葛云洪 并没传 腾青山什么记忆 现在 更是没有 名义上的 师徒之名 可是腾青山 诸葛云洪这种人 都是贵在交心 诸葛云洪 早就将腾青山 当成徒弟 甚至于 当成女婿般看待 腾青山自然 也肯敬重诸葛云洪 青山 有把握吗 诸葛云洪 突兀地开口 哼 还行 和佩三一战 没人敢说有把握 腾青山淡然笑 诸葛云洪转头 看着腾青山 露出一丝微笑 嗯 青山 祝你成功 嗯 师父 你到时候 看着就是 腾青山也是一笑 简简单单几句话 他们之间 不需要说太多 诸葛云洪 看着眼前这谈笑间 有着让人 幸福到莫名魅力的腾青山 现如今 腾青山是整个九州大地上 都是最巅峰的存在 充满奇迹的存在 只有另外一个神秘的魔头般存在 裴三 能和他一比 诸葛云洪脑海中 却是回忆起过去和腾青山的一幕一幕 他第一次看到腾青山时 那时候腾青山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以十六岁之灵 笑傲黑甲军的擂台 无人可敌 当时他诸葛云洪 便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此次前途无量 而后 更是亲自将其收为弟子 那时候的腾青山 初出茅庐 锋芒毕露 更是能名列地榜 然而如今 更是整个九州大地的巅峰强者 秦夕啊 你地下若是有灵 若是看到青山能有今日 也该满足了吧 诸葛云洪心中默默道 师父 旁边腾青山突然开口 嗯 诸葛云洪看过来 出战之前 我准备去拜几下青青 腾青山忽然说道 诸葛云洪一睁 而后点点头 腾青山双眼迷蒙 对于那个单纯的 不似人间的折仙般少女 腾青山在内心最深处 是一直有着无尽的内疚的 就算过了三十年 腾青山依旧没法忘记 那个在自己怀中 微笑着死去的少女 时间一天天逼近 随着御驾接近腊月十八 整个九州大地上 几乎处处都在谈论着 三次巅峰之战的最后一战 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腾青山 和最可怕最神秘的裴三 这二人到底谁能够赢 又是谁在最后一战陨落 而东华院内 腾青山也感觉到 接近腊月十八 家人们也有些担忧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九鼎记 腾月十六这一天 夜晚时分 腾青山还在书房当中 书写着全法秘籍 这种创造全版的过程 腾青山也感到自己 对逆家拳的把握更深一筹 书房中 除了蜡烛偶尔的琵琶声 便只剩下腾青山 毛笔书写的声音 腾青山 何否出来供饮一番 一道声音 在腾青山耳中响起 嗯 黑三 腾青山有些惊讶 这么晚了 黑三还来干什么 不过随即一笑 放下毛笔 便推开书房房门 走了出去 只见不远处的裴三 一身淡黄色长袍 正悠闲自在地 仿佛在自家一般 坐在腾青山家的 院落亭子下饮酒 笑看向走过来的腾青山 坐 裴三将一壶酒 推到腾青山这一遍 腾青山端着酒壶 为自己倒下一杯酒 裴三 后天我们就一站了 不知道今天你过来是 腾青山笑着问道 裴三端着酒杯 仰头就喝尽 长长地输出一口气 看向腾青山 沉年了许久 才缓缓说 腾青山 我腰战三人 这三人当中 那黄天琴 我只是借来震慑 你和秦时期的 我真正抱有希望的 就是你和秦时期 和秦时期一战 可惜 它没爆发出 让我真正惊喜的实力 虽然能够威胁我 可还是差一些 不过 你不同 你的崛起速度 是我所看到人道中 最快 最惊人的一个 裴三感叹一笑 和黄天琴 和秦时期一战 我都很自信 根本不相信 自己可能会死 不过 后天要和你一战 我却感觉到 这一战很艰险 一个不妙 我裴三 就可能殒命 腾青山惊奇地 看着裴三 裴三继续说道 你的境界 我也猜得到 能够达到生死 转换于弹指间 你在道的感悟上 已经和我差不多 都是接近于 至强者之心 不过 你和我不同 你走的是那家权一路 将道完全化为权吧 这令你对道 这令你对道有着特殊的理解 而我 也有我的一些特殊 可是腾青山 你的进步速度太惊人 说不定 生死一战当中 你就能突破 达到至强者境界 裴三笑看着腾青山 腾青山一笑 裴三 你谬赞了 不知你今天来是 我今天来 是想拜托你几件事 哦 拜托我 腾青山有些惊讶 嗯 对 裴三点点头 此战 生死未知 若是我裴三死 我希望腾青山你 能够保住我天神功一脉不绝 就算所占区域领土变小 都没关系 但是 我不想我所创的几脉 消失在这九州大地上 腾青山点头 若是自己 自然也不希望 那家权一脉断绝 裴三 若是我死 也希望 你帮我保住那家权一脉 腾青山说道 其实二人都清楚 能灭掉自己一脉的 只有对方 现如今 整个九州大地 他们二人 就是最强者 嗯 一定 裴三笑着点头 来 喝一杯 腾青山笑着举杯 二人一一而进 啊 还有 我的女儿 裴三突然说道 我若死 你学怜的性格 或许 会恨你入骨 做出些不理智的事 希望 你别和他计较 哈哈 他是小军的师父 但这个 我便不会害他 嗯 裴三点了点头 说完这件事后 现如今 九州大地上最巅峰的二人 便在一起随意地喝酒闲聊 就仿佛知交好友一般 而李俊 洪武等人 也发现了自家的亭子当中 竟然来了一个陌生人 裴三 而且这裴三还和腾青山开心地喝酒 娘 怎么会是 红林疑惑看着远处亭子内 李俊看了看 走吧 我们回屋吧 没人去打扰腾青山 裴三二人 带到后半夜 腾青山随意说了一句话 裴三 其实我一直很奇怪 我看得出来 你是想传你所创的心脉 开创宗派 这不奇怪 可是 你并不是要争霸天下的人 你争霸天下 应该是要灭摩尼寺 到底 你和这摩尼寺 有什么深仇大恨 让你耗费如此心血 来达到这个目的的 而且 裴三 你还在天神功辉下 弄出禅宗一脉 好让摩尼寺 佛宗功法传承 这又是为何 裴三微微一睁 仰头 看着无尽夜空 沉默许久 中途更是喝了三杯酒 这才开口说 滕青山 这件心事 我憋在心里 已经太久太久 既然你想知道 我便告诉你吧 裴三看向滕青山 微微一笑 滕青山 你应该知道 这千年来 达到先天境界 你的速度 排第二 嗯 对 第一是 当年的妖僧 向凡臣 滕青山说道 裴三缓缓地说道 我就是向凡臣 啊 什么 滕青山 整个人一个机灵 仿佛雷电在脑海中 轰鸣一般 当年那具有传奇色彩的妖僧 向凡臣 竟然 竟然是裴三 你 向凡臣 滕青山 滕青山 依旧感到无法相信 很奇怪 黑三看着西方 佛宗修炼 众尼丸弓 修炼出舍利子 和道家一脉 和你的内家权一脉 都不同 因为 众尼丸弓修炼 在摩尼寺当中 便有一种 转世之法 可以让人转世 并且保留记忆 滕青山 一惊 自己就是转世 且保留记忆的 不过 自己是从地球来的 成功的 便被称之为 转世活佛 裴三感叹道 这种转世之法 非常危险 虚敬的佛宗大师 进行转世 恐怕十个当中 才有一个成功 而洞虚境界的 佛宗大师 进行转世 倒是有一半的 可能成功 腾青山 微微点头 原来 转世并非百分百成功 也对呀 要是能轻易成功 摩尼寺 就太可怕了 而且 不管是谁 最多转世一次 第二次 必死无疑 裴三叹息一声 可能 这就是天地的限制吧 腾青山 你可知道 当初我灭 摩尼寺 那些虚境当中 唯一活着的虚境 名叫凡空 裴三看向腾青山 他也是转世活佛 当年我在摩尼寺的时候 凡空 就是我的小师弟 和我关系很好 你现在该知道 这凡空 当时为什么 能不死了吧 腾青山恍然 实地 凡空 凡尘 哦 原来如此 至于我杀死的 那名叫 了元的黄袍僧人 当年 那是我的师叔 裴三缓缓地说 前世 我为向凡尘 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 被称之为妖僧吧 腾青山点点头 这向凡尘 和一般难得 沾血腥的僧人不同 反而掀起了一片 血雨腥风 更是杀了不少 摩尼寺的人 我恨摩尼寺的人 我最恨那了元 黑三双眸中 寒光闪烁 压制人的真性情 灭绝人性 如此佛宗 不要也罢 当年世纳 当年世家祖时 创摩尼寺 许多借条 根本没有 都是后来人 不断添加上去 这样的摩尼寺 就该灭绝 可惜 可惜 我当年修炼的 那是金身佛陀 胖三双眸 胖三摇头叹息 虽然这是神级秘点 可是 这是世家祖师 成就至强者的道 我不是世家祖师 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我去强求金身佛陀 就算勉强突破 达到洞虚境界 也无法再提高 腾青山微微点头 达到他如此境界 也就明白了 一本书 你读得再透彻 想超过写这本书的人 都不可能 所以 最好的办法 是自己去写一本书 走自己的路 这也是 当年 我为什么提醒你 千万别学神级秘点 别走别人的老路 那是祸害自己 可惜 我修炼佛宗之法已深 根本无法转修道家 所以我想方设法 要走出自己的路 于是 有了密宗 密宗 就是我根据 就是我根据佛宗之法 以自己的一些感悟 创造出来的 我将摩尼寺的修炼 称之为禅宗 我的为密宗 两者都是佛宗 可惜 学了今生佛陀 就算我创出密宗之法 因为受佛宗之法 影响太大 根本无法将自己的路 走到宫城 那时候的我 根本不是了原的对手 所以 我决定赌一把 转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永生小说 九鼎记 作者 我吃西红柿 演播 夜语听声 第三百九十五期 听到这里 腾青山微微点头 洞虚佛宗大师 转世也只有一半 可能成功 天不灭我 我转世成功了 成为裴家的三儿子 裴三淡笑着 这时候的我 泥丸宫 丹田等等 都是普通婴儿的 我完全可以选择 修炼佛宗 还是道家 于是我走了道家一脉 我参考普通道家秘籍 先天的道家秘籍 至于虚境和洞虚 任何秘籍 我都没理会 走遍天南地北 观察鱼鸟花草 飞行走兽 我全部按照 我自己的领悟去创 走我自己的道路 虽然我创出 数种道路 可是这几种 都能统称为一种 万兽之道 也是我杀死那了源 灭掉摩尼寺的道 黑三双眸 灼灼放光 黑三长长 舒了一口气 微笑着说 愁远报了 天神宫根基已成 我已经没其他要做的 只剩下一个 要在舞蹈上达到巅峰 黑三看向深测的腾青山 目光前所未有的灵力 其中蕴含着 无尽的战意 腾青山 后天腊月十八 白马湖一战 你可千万 别让我失望 裴三说道 腾青山明白裴三的意思 如今自己的实力 自然是不会令裴三失望 可是如果到时候 腾青山故意地避战 却纳黄天琴 裴三可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付黄天琴 裴三可以杀死 可是如果腾青山避战 裴三根本没有可能 杀死腾青山 嗯 我也期待那一战 腾青山看着裴三 嗯 很好 裴三原本严肃的脸 顿时浮现了笑容 倒下了一杯酒 而腾青山 也倒下了一杯酒 今天 我们彼此笑谈饮酒 可是腊月十八 便是生死决战了 裴三举杯 腾青山 我裴三 很是佩服你 来来来 赶一杯 好 来 赶一杯 腾青山也举杯 二人一饮而尽 随即裴三便畅快大笑着 飘然而去 腊月十七这一天 天气阴沉沉的 永安郡 归原宗的塔林内 这塔林内的一座座塔楼 里面摆放的便是不计其数的大量骨灰盒 而此刻 一道灰色流光 从天空迅速地飞到一座塔楼前 落下 正是手持着竹篮的腾青山 竹篮中 有着香竹 酒 馒头 等诸多祭品 虽然塔楼中 有巡逻的兵位 可是这些兵位 从腾青山身边走过 却根本没看到腾青山 在这儿 腾青山的世界之力一扫 便发现了 那特殊的 用冰灵玉石打造的护灰盒 在这座排序为十一的塔楼的三楼当中 腾青山静静站在第一块石碑前 石碑上有着大量密密麻麻的名字 第五排第十七个名字 诸葛青 腾青山目光落在 那用近乎透明玉石打造的 非常显眼的骨灰盒上 骨灰盒上有着三个字 诸葛青 而在骨灰盒右侧 角落上 还有着 副诸葛圆红留字 几个小字 整个塔楼内 气息很是阴冷 只有墓碑前 留着一些香烛之类的 清醒 腾青山蹲下来 亲手摆放了祭品 点燃了蜡烛 我明天 就要和裴三一战了 腾青山一边摆放祭品 一边轻声说着 等大战之后 我还会来看你的 如果 如果我没来 也好 我们就可能见面了 腾青山做好一切后 默默站在诸葛青骨灰盒前 看了许久 直到蜡烛燃烧了近半 腾青山 才离开了塔楼 腾月十八 是足以令整个九州大地 沸腾的日子 也是整个九州大地 无数舞者们做梦 都期待的日子 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腾月十八之前 就开始疯狂地 朝白马湖赶去 如今 白马湖周围 早就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 其中就包括 行一门本身的不少地子 随着一片漆黑的夜空 出现一丝蒙蒙亮 整个行一门 开始逐渐喧哗了起来 数十万地子们都知道 今天 是腾青山和裴三 决战的日子 一大早 就有无数的地子们 彼此谈论着 即将到来的一战 会发生什么 东华院 腾青山的居所 这里 却宁静得很 秀秀 多吃点 堂屋内 腾青山一大家人 正围着桌子 吃着早饭 腾青山将一块甜饼 放到秀秀面前 谢谢爷爷 秀秀清脆地喊道 腾青山不又一笑 以后我都要和爷爷一起吃饭 娘她总是不准我吃甜的 秀秀鼓起小嘴 这一句话 顿时令桌上不少人都笑起来 旁边李俊 更是摸了摸秀秀脑袋说道 嗯 秀秀说得对 以后啊 天天和爷爷一起吃饭 滕青山 滕青山唯唯一笑 看着一旁的父母 妻子 儿女 以及孙女 心中 不由荡漾起 浓浓的温暖 这是家 他滕青山的家 这一顿早饭 吃得许久 好 该出发了 滕青山第一个起身 外面此时已经有不少人在等着了 三大徒弟 滕寿薛新阳东和他们的家人 还有滕青山的表哥滕青虎 以及外公滕云龙等等一大群人 大家都在外面等着 没来打扰滕青山一家人吃一顿早饭 六足刀池 也在一旁等待着 甚至于旁边还有着狂风鹰 见滕青山走来 师父 滕寿薛新阳东三人都恭敬行礼 你们等一下 滕青山转身就去了书房 片刻后就捧着厚厚装定好的三本秘籍过来了 阿寿 你们三个听好了 滕青山正中道 这三本秘籍分别是生之道 死之道 以及三体式响解 秘籍到底起什么名字 我也没时间好好想 不过这三本秘籍 乃是我所无知到的精华所在 滕寿薛新阳东三人 不由秉息 他们早知道 三体式是行义拳的本源 他们师父竟然敢写出这三体式详解 这本秘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这三本秘籍 你们分别拿回去一本 进行抄录一份 抄录的放进行义门内 这原本暂时交给你们师母保管 滕青山正中说 记住 你们务必要亲手去抄录 不得夹手旁人 是 师父 三人郑重地分别接过一本秘籍 耗费了滕青山近两个月 写旧的三本秘籍 也代表了如今行义门秘籍的一个巅峰 视为镇门之宝 外公 滕青山看向一旁不远处的外公 微微一笑 惊山 滕云龙 虽然已经过了百岁 可是精神却很是不错 拍了一下滕青山肩膀 外公也去观战 可得打得漂亮 嗯 滕青山点头 随后 浩浩荡荡地行义门一大群人 在滕青山的带领下 近乎上万人都骑着马 朝白马湖方向赶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九鼎记 白马湖就在大岩山边上 距离大岩山并不远 以行一门上等站马的速度 大概半个时辰即可赶到 白马湖畔 这白马湖虽然方圆数十里 可是如今 这四周湖畔 却是聚集了来自九州天南地北无数的人 还有不少人直接弄了大船在白马湖上 直接在船上观战 虽然白马湖中央有一座小岛 可是没人敢上去 因为大家也怕被两大超级强者战斗给波及 今天天阴沉沉的 不会下雨吧 嗨 谁知道呢 已经在这里好几天的两个青年正在彼此交谈着 其中一个灰色皮奥青年 摇着远处喊道 快看 那边是行一门的人吧 哇 好多人呐 一眼看不到头呢 只见远处的官道上 一条蜿蜒的骑兵迅速赶来 围首的 还有着一杆飘扬的行艺门血狼军军骑 在这骑兵队伍上空 还有着六足刀驰飞行着 一起一头狂风鹰 一身白袍的腾青衫 正背负着一杆轮回枪 和一旁妻子李俊 一边赶路 一边谈笑着 哎 是腾青山 那就是腾青山 顿时 一些早就赶到白马湖湖畔的 来自九州各地的不少人 立即惊呼起来 哎 在哪呢 在哪呢 腾青山在哪呢 有人激动直气 腾青山 无数内心当中 崇拜着腾青山的舞者 或者九州大地的许多有着梦想的少年们 一看到腾青山各个激动若狂 在他们心中 早就把腾青山当成神灵一般崇拜 许多人都梦想着能和腾青山一样 看 那背负着一杆长枪的 白衣服的 就是腾青山 一鸣头发花白 身体壮硕 脸上有着一道刀疤的老者 激动地吼道 这腾青山 可是和我称兄道弟过的 嗨 你就别吹嘘了 有一个胖子痴笑道 吹嘘啥 这疤痕撞上老者一瞪眼 顿时 他身后十余名壮汉 立即瞪向那胖子 吓得胖子一跳 这十余名壮汉其中一个 自豪道 这位 乃是我们白马帮大当家刘三爷 当年腾家庄就在咱们宜城 腾门主当年和咱们刘三爷 可是喝过酒 称兄道弟过的 啊 白马帮刘三爷 周围不少人看过来 这疤痕老者刘三爷 爽冷一笑 拱手朝周围说 哈哈哈哈 在下正是刘三 此次腾门主 能够陪公主 在我白马湖上一站 我脸上也备有光啊 我那白马湖中的岛屿 所有兄弟都已经撤出来了 腾门主 毕竟当年和我刘三 撑过胸倒过地 别说一个岛屿 就算奉上全部神家 操办此次大战 我刘三也愿意啊 哈哈哈哈 哎呀 原来这白马湖 是刘三爷的地盘呢 哎呀 以后白马帮 可就名声大振了 周围一片议论声 顿时不少人 和刘三爷打招呼 刘三爷 本是宜成白马帮 一个大当家而已 说破了 一个土匪头子 可是现在和九州大地 巅峰强者腾青山 撤上关系 地位立即不一般了 加上白马湖 又成了腾青山 和裴三的战场 白马帮以后 也自然有了特殊性 能 看 在腾青山身后的 那个汉子 就是腾青山 他爹腾永凡 那可是 腾家庄 有数的好汉 能能能 还有那个 裴发的老头 就是腾云龙 腾家庄的 老族长啊 当年和我 也是有不少交情的 哈哈哈哈 刘三爷 哈哈笑着 在白马湖一战 刘三爷 倒是开心得很 毕竟等战后 那岛屿 还是归他的 在成千上万 无数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腾青山一家人 却是在行一门 早就准备好的 一处湖畔楼阁当中 哎 天神宫还没到 红武看了看外面 而腾青山身侧 放着轮回枪 他则是静静坐在桌旁 端着茶杯 轻轻饮茶 平静地等待 此时腾青山的心境 渐渐平复 逐渐地开始调整 要为即将开始的 一场巅峰对军而准备 哎 小青今天怎么没有出现 不知道 后面传来议论声 在腾青山默默等待的时候 九州大地上 不少虚境强者也赶了过来 这腾青山和裴三要拼死一战 想达到至强者 这至强者 岂是这么好到达的 自从世家祖师之后 已经两千多年 没人达到至强者境界了 羽黄门的柳夏 站在半空云层当中 俯瞰下方 在他身侧便是羽凤 六长老 你说此战 谁死谁生 羽凤询问道 柳夏冷笑一声 那裴三害死师伯 这腾青山也不是什么好人 此战 不管谁死 对我羽黄门而言 都是好事 希望他们两个 同归于尽吧 嗯 羽凤惊讶看向远方 啊 妖龙 柳夏看得大吃一惊 只见远处半空云层当中 正蜿蜒盘旋着一头神龙 正是大岩山的那头 妖龙紫西 大黑色龙林 在云层当中 已反射出冰冷的寒光 令下方不少看到 妖龙的九州人们 一阵阵惊呼 不单单如此 嘿 看那边 白马湖畔 无数人们抬头看去 只见远处 两团巨大的火焰 飞行而来 仔细一看 正是两头巨大的 不死凤凰 啊 两头不死凤凰 哎呀 竟然有两个 是行一门的不死凤凰 无数惊呼声响起 在万众瞩目当中 这两头不死凤凰 飞向腾青山 暂时呆的那座楼阁当中 两头不死凤凰 妖龙的现身 显然令在场不少人激动 哎哎哎哎 看那边 那边还有一套妖龙 对对对 就在南边 黑色的 无数人再朝天空仔细观看 果然 发现了云雾当中 正有着一头 纯粹黑色的妖龙 这头妖龙的背上 正盘膝坐着一名 干兽老者 正是蛮荒的 蛮族神庙大长老 这老者低头 俯瞰下方白马湖 嗯 腾青山和裴三 决一生死 嗯 过去 他们不是联手 打到我神庙吗 这次 竟然又彼此自相残杀 哎呀 外界 果然是混乱啊 而在白马湖畔 一眼看不到 尽头的人群当中 更是混杂了不少强者 乃至于虚境存在 静山 此战你的对手 可是裴三 希望 你能赢 一头银发的 云梦战神 也混在人群当中 默默看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玄幻有声小说 牛顶地 作者 我吃西红柿 演播 夜语听声 第三百九十六集 在离云梦战神 大概只有三里地的人群当中 其中一处 却是空荡荡的 空荡荡的地方中 只有一个人站着 此人一身银灰色长袍 背负着一兵紫剑 面容冷枯 就算站在那儿 都仿佛一兵巨剑在那儿 让人畏惧不敢靠近 此人正是明月岛 黄甫玉江 自从第二次 被滕青山打击之后 黄甫玉江 深感坐进观天 因为滕青山 朝南飞离 所以他离开明月岛 也一路朝南方赶 终于来到了 九州大地 来到九州大地 他才知道 什么叫做繁华 什么又叫做淡满之地 在我的领域之内 方圆三十四里内 就足足有十六位虚境存在 这就是九州吗 黄甫玉江心中震颤 达到虚境 在明月岛 就算无敌了 可虚境 在九州大地上 却远算不上无敌 滕青山 黄甫玉江摇看着远处 湖畔的那座阁楼 原来 你已经是这九州当中的 最巅峰强者了 今天 你的对手同样是强大的 不过我相信 你应该会赢 黄甫玉江心中默默道 被腾青山连打击两次 黄甫玉江早认定腾青山 是奇迹般的存在 所以 对腾青山很有信心 九州大地上 或是普通人 或是厉害舞者 或是虚境强者 乃至不少得到消息的虚境妖兽 都一个个齐聚在白马湖畔 一时间 白马湖畔 人山人海 聚集了整个九州过半的绝顶强者 哎 是天神宫 哎呀 天神宫的人来了 不少人惊呼起来 只见远处 那雷电神鹰飞行而来 而一席明黄色长袍的裴三 则是牵着女儿的手缓缓飞来 在旁边 也有着裴三的弟子 苏蒙特 李朝 吴侯 还有他的兄弟裴浩 至于裴三 显然白马湖畔 不少人都见过裴三 半空中 裴三转头 看着身侧的女儿裴雪莲 裴雪莲看着他爹 爹 我等你回来 你回来 我就在三年内嫁人 裴雪莲说道 裴三不有一笑 你总算肯嫁人了 裴雪莲 自从年轻的时候 经历过一次感情上挫折后 就一次没谈婚论嫁 虽然说他年纪比较大 可是对于强者而言 一旦达到先天 身材 身材容貌等等 几乎都能保持 没什么变化 所以 对先天强者而言 谈婚论嫁 年龄更不是问题 嗯 裴雪莲 裴雪莲点头 裴雪莲点头 看着他父亲 却是一只孤身一人 至于二人感情 还真说不清 毕竟二人是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 黑三不由大笑 那等我回来 为你们俩完婚 说完 裴三转头 就朝白马湖飞去 白马湖盘楼阁内 原本平静坐着 喝茶的滕青山 看到那裴三 朝白马湖飞去 不由朝旁边的李俊 看了一眼 伸手握住李俊的手 我要去了 滕青山轻声说 嗯 我等你回来 李俊轻声说道 滕青山点点头 站了起来 回头看了一眼 父亲滕永凡 和母亲袁兰 都看着他 儿子红武 女儿红林 包括那还不怎么 懂事的秀秀丫头 也看着他 面对亲人们的 关心和担忧 滕青山 只是微微一笑 哼 等我回来 说完 滕青山一迈步 便飞出了楼阁 只见楼阁上方 那不死凤华小青 和凤狂之母 还有六足刀匙 乃至于 那头狂风鹰 都看着滕青山 滕青山朝他们 露出一丝笑容 便落到 白马湖湖面之上 此刻 整个白马湖畔 迅速安静下去 很快 变得没有一丝声音 只见滕青山 在白马湖湖面的南边 而裴三 则是在白马湖的北边 二人都踏着湖面 一步步朝中央走去 两人走的速度 都不快 可这种步伐 却蕴含着奇异的魔力 湖面上 荡漾起波纹 波纹不断变化 令不少观战的人 感到似乎 整个天地都消失了 只剩下 这复杂的波纹 以及缓缓而行的 裴三 滕青山二人 啊 好厉害的手段 皇甫玉江 惊呆了 这就是 接近于志强者的实力 半空中的羽黄门 羽凤 不由南南说 旁边柳夏 虽然想要反驳 可是张张嘴巴 却没说出话来 整个白马湖畔 除了虚境强者外 其他虚境以下的先天 普通人 精神上都受到了影响 他们的眼镜中 只剩下那蕴含魔力的水面波纹 以及产生波纹的两个原点 滕青山和裴三 天地似乎都变得没有了颜色 变成了虚无 滕青山听着风声 手持一杆轮回枪 默默行走着 滕青山虽然没有刻意去看对方遥远处的裴三 可是精神上 却能感应到对面相应的那股强大气息 在这种踏着湖面 滕青山的心境在缓慢地变化 变得平静 变得没有一丝悬疑 而情绪也完全平静下来 一步步行走 二人都是如此 他们都知道 彼此实力相当 那么战斗的时候的心境 状态就非常重要 所以都选择了靠走路 来不断调整 不断地磨合 直至达到最佳状态 只有在面临真正的对手 二人才会这么做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滕青山和裴三 在彼此相聚大概半里地的时候 都停了下来 彼此遥遥相对 而因为踩踏产生的波纹 也随着滕青山裴三的停步 缓缓凌乱消散开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九鼎记 一直精神上受到蛊惑影响的成千上万的人们 也都清醒过来 似乎一瞬间 原本消失在虚无的天地 周围的人都回来了 大家一个个震惊地彼此相视 哎 刚才 你有没有发现 周围天地没了 就剩下他们和那湖面的波纹 对对对 我以为我是错觉的 怎么 你也这样 在交谈中 成千上万的人震惊地发现 原来是所有人都受到了影响 一个个都感到不可思议 这魅惑之力 达到如此境地 太不可想象了 白马湖上 风吹着 腾青山和裴三的心境 都已经达到了通明圆满的状态 精神上 再无其他牵挂 他们只剩下一件事情 战 远处关站的腾青山一家人 担心着腾青山 而在半空中的天神宫一方 裴雪莲以及其他几人 也都担心着裴三 他们都知道 虽然自己的亲人 都是九州大地上对巅峰存在 可是 二者却没有把握几百对手 此战 将会非常艰难 不知道为什么 腾青山 黑三踏着无面 摇看向腾青山 微笑道 我现在 虽然心境圆满 可是 我却有一种特殊感觉 就仿佛我上一世 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 摩尼寺选内侍弟子时 一样的激动 忐忑 这一战 这一战 虽然还未开始 可是我真的很期待 很忐忑 这一战 陪三 他 微笑着说 话是这么说 可是他表情 一如既往的平静 我也是一样 除了你胚三 九州大地上 在我一人能让我感到忐忑 腾青山说着这些话 精神上无限放松 周围方圆数里范围的区域 一丝一毫 都在腾青山的详细感应当中 连那风吹的诡计 都感应清晰 忽然 随着风吹 雪花飘荡下来 渐渐的雪花 便洋洋洒洒 不断地飘下 腾青山和裴三 就仿佛雪中的两尊神灵 裴三的双手 瞬间戴上了手套 微笑着说 腾青山 这双手套 名为屠佛 使我走遍天南地北 搜集大量珍贵材料炼制 随后 用世界之力 炼化过百年 才能达到如今层次 被世界之力炼化的兵器 都有灵性 就算破损 拥有的主人 用世界之力炼化也能修复 当然 若是主人死 别的人得到 却是无法修复的 我只敢长枪 名为轮回 本是我爹和外公亲手炼制 随后 随后有所破损 由我好友云梦战神 木桃帮忙 重新炼制 而后 经过我的世界之力炼化 达到如此这番地步 腾青山缓缓说道 同时轻轻抚摸着轮回枪 轮回枪的红鹰上 还有着淡淡的一丝血腥气 在这一杆枪下 虚净强者青虎岛 瞎子剑胜铁舞 舍日神山 身工服都接连殒命 有着虚净强者的血迹 话音落下 二人不再说话 整个白马湖畔 成千上万人一片寂静 雪花飘落 而腾青山陪三二人 都已经手持兵器 虽然未出手 可是观战的人却感觉到 那种屏息感越来越强 甚至于让人无法呼吸似的 二人的体表 甚至于不受控制的 剑剑一散出 丝丝世界之力 当世界之力刚刚一散 腾青山和裴三双眸瞬间 淋漓如闪电 一道高大的黑色神缘虚影 出现在裴三的背后 挽入真实的神缘 连那神缘的面孔 都清晰可以辨别 那大嘴之下的 磕磕牙齿 也能看见 此时 这头神缘 朝腾青山发出咆哮声 而后裴三整个人双眸血红 就仿佛一头绝世凶兽 瞬间扑来 轰隆 狂猛的气势 令周围的湖水 瞬间嚼起数十杖高 无尽的浪花和雪花交杂 腾青山在裴三动了之后 才猛然爆发 腾青山手中那个轮回枪 发出刺耳的声音 一瞬间 整个天地都仿佛被钻破 周围的无尽湖水 猛地汹涌奋离开 腾青山手中的轮回枪 就仿佛这白马湖当中的 一条出水巨龙 嘶吼着 朝裴三撕咬而去 黑三的双手微微弯曲 呈双爪之形 双手微微合拢 就仿佛整个天地 都被他这双手给包容进去 腾青山的轮回枪枪间 则是锋利到极限 就算天地拦截 都会被刺破 嗨 腾青山所有战役 都聚集在这一枪之上 一瞬间 枪间过处 下风的湖水就自然而然封开 无尽的水浪 汹涌滚滚 就仿佛陈子一般 拥护着腾青山这一架轮回枪 而腾青山体内 大量的世界之力 也旋转着 加速轮回枪的速度 轮回枪的气势 不断上升 不断地提高 佩三双眸迷起 他身后那高大的神缘虚影 微微攻身 神缘双手也同样合拢架势 无尽的世界之力 朝那双手中央聚集 最强一招 腾青山和裴三 一动手就施展出瞬间攻击力 最大的一招 真正强者交战 可不会说从弱的招数 一招招往上慢慢来 既然实力相当 那么就拿出真正的绝招来 一招将对手打垮 将对手击败 扑齿 轮回枪枪肩 携带着无尽的穿透力 和裴三合拢的双爪 正面撞击 枪肩刚好刺入裴三的 双手合拢中央 腾青山面色一变 他感觉到 自己这一枪 仿佛刺入了无尽的棉絮当中 绝对的柔 A三这一招 可不单单是柔 那是刚柔并济 柔是防御 攻击则是刚 给我破 破 破 腾青山心底怒吓着 这一枪 走水形独龙钻的形式 蕴含的却是生死结合之力 生与死 就仿佛两道相互相成的力量 这一枪威力不断叠加 生 积蓄力量 死 则发出强大毁灭之力 撒手 裴三面色猙獰 怒吼一声 哗 裴三的手指 狠狠弹在腾青山的轮回枪枪面之上 强大的撞击力 令周围空间猛地扭曲 不管是轮回枪蕴含的力道 还是裴三手指 蕴含的惊人力道 彼此正面撞击 只听得响彻天地的一声巨响 白马湖上掀起了足足百丈高的湖水浪潮 就仿佛数百条白浪巨龙 朝四面八方迅速俯冲了过去 一时间整个白马湖湖面都猛地上下跌踏了一下 就算在岸边都猛地升腾起 尽一丈高的水 被水浇得透心凉到湖畔旁的成千上万人 一个个瞪大眼朝湖中央看去 这 这太厉害了吧 哎呀 一个教授 整个白马湖都震荡起来了 不愧是九州大帝最强的两个人哪 这一战 我看悬了 谁赢谁输 可真难说了 湖畔旁观的人激动不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玄幻永生小说 九底记 作者 我吃西红柿 演播 夜语听声 第三百九十七集 湖面上 腾青山和裴三足足相聚一离远 腾青山微微眯起眼 握住枪杆的右手 忍不住松了松 又握紧 这裴三手上功夫果然厉害 竟然能够应接住我这一枪 那一招 先是用柔劲卸据我的攻击力 而后用钢筋攻击 真是了得 我右手都麻了 看来用最强攻击 击盘着裴三的方法 是行不通了 而对面 裴三的双手 不由得微微握紧了两下 这一枪 胃力还真强 手指手掌都疼了 裴三也感觉到 用双手在这种防御上 还是略微吃亏的 我这一击 竟然没震掉他的轮轨枪 双手同时弹射 归交错的力道 就算是腾青山 也是被震的手掌发麻 第一次交手 两大强者都意识到一点 用最强招式傻乎乎的硬碰硬 怕是不行了 腾青山双眸寒光一闪 裴三却是咧嘴一笑 双眸凶光闪烁 很好 二人都是猛朝对方冲去 速度都极为精神 这一刻 不管是腾青山还是裴三 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同一招 快招 所谓天下武功 无坚不摧 唯快不破 一旦快到对手都来不及防御 自然可以一招击中对手 正常两个攻击力相当的对手 都是不敢硬扛对手攻击的 毕竟一般身体承受力 是不及攻击力可怕的 快 快快 只要我比他快一点 一枪刺中他 他便受伤 到时候 我便处在上风 横青山在湖面上飞窜的同时 他双手的轮回枪 也是猛的角动 一瞬间 整个轮回枪就仿佛活过了一样 充满着无尽的生机 一道怪异高亢的叫声响起 只见裴三的身后 神缘虚影消失 出现了一妖狐虚影 顿时 裴三整个人气质都变了 双眸中的血光也消失 而变得阴冷 裴三整个人化作一道 模模糊糊的残影 迅速地朝腾青山扑来 轮小范围的急速移动速度 裴三明显占优 比快 不是比移动速度快 而是比攻击速度快 腾青山双眸伶俐 你跑得再快 比得上我的出枪快吗 两道模糊的影子 瞬间碰撞 哐当当 各种各样的声音 不断发出来 只见整个白马湖上 掀起了冲天的水浪 而在水浪中央 腾青山和裴三正在迅速交手 并且不断地移动 腾青山的易杆轮回枪 就仿佛春天到来 不断生长出的一株株小草 充满着无尽的圣机 延绵不绝 一枪连着一枪 时而就出现一剂很辣的 极为凌厉的攻击一枪 而后又迅速转为 充满生机的 犹如弓箭式的一剂剂枪 生死转换 完美无缺 而裴三的双手十指 就仿佛弹动琴弦一般 迅速而又充满着 奇异的魅力 就算是虚敬强者 恐怕也不敢盯着 裴三的双手看 那双手舞动的旋律 足以令虚敬强者的精神 受到致命的魅惑 而洞虚强者 虽然不至于完全被迷住 可一定还是会有点影响的 所以 腾青山完全内敛守神 尽力发出一剂剂枪刺 枪法 使短促凌厉 使充满毁灭性 生死转换 用到完美之极 碰碰碰碰 但凡腾青山和裴三交手过处 百丈高的水浪不断掀起 整个白马湖就仿佛被一个巨人 在肆意搅动一般 就算在边上的一些船只 都被整得颠覆翻掉 特别当腾青山裴三二人 一路杀到湖心的那座小岛的时候 啊 不 在远处观战的刘三爷 之前还激动得很 可陡然 面色大变 轰隆隆 果然不出所料 腾青山和裴三这疯狂的两大强者 所过之处 将那座小岛搅得天崩地裂 大地裂开 被湖水侵蚀 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 腾青山和裴三 就已经杀出了小岛范围 可是整座小岛就已经 消失了一小半 刘三爷瞪大眼睛看着 我 我的岛啊 大藏家 大藏家 白马帮跟随了刘三爷身后的那些汉子们连忙喊道 刘三爷 刘三爷欲哭嘞 本来以为 就算是腾青山裴三这等局势强者 能将小岛给打得一片废墟 那样他也不怕 照样重新建造 可是现在整个小岛就消失了一小半 可没法重建了 哎呀 灯青山 我的大兄弟呀 那可是我的老巢啊 你给点面子啊 刘三爷在心底叫寒 哗啦啦 随着那水浪下降溃散开来 水花似箭 天空中的雪花涩意飘洒 人们总算看到了 那站在湖面之上的腾青山和裴三二人 就算经历刚才一战 腾青山和裴三身上都是没有一点伤势 完好无缺 这是二人双手 都是青筋暴突 脸上微微泛红 刚才那一块打块 的确很耗费心力 也耗费力量 一旦一不小心 就会被对手抓住机会重伤 不过二人的状态都禁锢完美 竟然没有犯错 腾青山 你够厉害 裴三双眸中泛着金光 你也不错 腾青山也感应到对手的难缠 最强绝招 一块打块 二人都没能分出胜负 腾青山 还记得前天夜里我们八九夜谭说的话吧 裴三气势在缓缓改变 若是我死 记住我的嘱托 裴三整个人身后 再度浮现那头神缘虚影 同时气势则是变得疯狂暴虐 蕴含着无尽的攻击性 腾青山 双眸微微迷起 双手持着轮回枪 二人都清楚 下面该如何 最强绝招 一块打块都分不出胜负 那么 只有一个办法了 近身生死战 一旦两个人近身疯狂厮杀 那么 就很难预测结果 当初摩尼寺的黄袍僧人 了元和裴三 就是在近身生死战中分出结果 裴三重伤 而了元则是被一记手刀割掉头颅 近身生死战 裴三双眸中泛着血红 整个人疯狂起来 腾青山 这是我最擅长的 我岂会怕你 腾青山双眸中 有着狼的疯狂 前世腾青山就是靠着一双手 近身杀戮 毕竟 他可是学那家拳的 那家拳 就是近身战厉害 而现在 有着一杆轮回枪 腾青山完全可有 远战近身结合 在近身战技巧上 腾青山自问 放眼九州 无人可与自己相比 黑三发出一声神源的嘶吼 仿佛暴怒的神源冲向腾青山 腾青山一咬牙 手持一杆轮回枪 也是疯狂窜躯 黑三整个人扑击而来 双手抓向腾青山 开 腾青山立合一声 轮回枪仿佛有灵性一般的 猛地朝左右两次探头 狠狠地撞击在 裴三的双手之上 可是裴三却是疯狂地 揉身就朝腾青山 近身处靠过来 腾青山咧嘴一笑 手中的轮回枪 猛地往回一收 枪枪 轮回枪枪间 再次扛住裴三的两次撞击 而裴三将那阴险的膝盖 撞击猛地而来 轰轰 腾青山的膝盖 同样撞击过去 用得比裴三更加熟练 二人撞击分离一瞬间 腾青山撞击的右腿 竟然仿佛没有骨头一般 仿佛风轮一般的 小腿猛地旋转 狠狠踢在裴三的腰腹上 将裴三整个人 踢得暴退 进入一里地 狂猛地世界之力 更是令周围湖水 猛地震荡开 呜 裴三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轻饿地看向远处腾青山 这一幕 惊呆了半空中观战的 裴雪莲等人 啊 师父 进身战竟然受伤了 李一朝不敢相信 啊 怎么可能 没人进身战 能赢我爹的 裴雪莲没看清 之前交战的一幕 却看到他爹吐血了 爹 不会有事的 一定不会 天神宫这一方 震惊担心 而行一门一方 却是惊喜若狂 啊 那裴三吐血了 洪林忍不住惊喜喊道 嗯 是的 吐血 我爹一点事没有 洪武一连忙喊道 一瞬间 旁边的滕永帆 袁岚等人 个个瞪大眼睛看去 而李俊 则是和旁边的 不死凤凰交谈 刚才 他们是在进身战 不过 裴三中了青山一角 哈哈哈哈 比进身战 也敢跟我师父比 我师父可是那家全祖师 杨东不由哈哈笑道 天神宫行一门 这两方情绪相反 而在白马湖畔 成千上万观战的人 却是激动不敢相信 哎呀 这裴三竟然吐血了 之前 他连杀黄天琴七十七 我还以为 这次他还要站上风 没想到 被踢得吐血 是吐血了 腾青山一点事都没有 不少观看的人 议论纷纷 湖面之上 裴三看着腾青山 有些不敢相信 他的万寿之道 本就是进身 极为疯狂的手段 哈哈哈哈 裴三 你不用震惊 腾青山自信一笑 我那家行义拳 基础就是行义十二行 这十二行 取得便是万寿当中 比较特殊的十二种 对于各种进身战 早就研究透彻 论进身战 我还真不惧任何人 这内家权 进身战手段 可不是腾青山一人所创 这乃是腾青山前世 上千年的一代代天才人物创造 而后积累出来的 岂能比裴三独自一人创出的差 谁胜谁负 还不一定 裴三身形一个模糊 再度冲了过来 而腾青山手持轮回箱 在圆湖面上留下一个残影 便和裴三再次交手 龙翻身 只见腾青山一会儿就钻进湖水当中 就仿佛一条生活在水中的蛟龙 而后又猛地窜出 神出鬼没 而且腾青山的一双腿 更是柔弱无骨 施展出一招招精妙的 让裴三根本想象不到的攻击 虽然说裴三的身体 也可以施展这些攻击 可是他根本想不到 比如闪躲闭身的时候 腾青山的小腿还会勾一下 可那一勾就仿佛力刀一般 关节器 腾青山可不像裴三那般 用拳头膝盖 头等各种部位攻击一些部位 而是非常精妙的 轮回枪枪杆 时而就震在裴三的一些关节上 而且腾青山所用的力道 也很是奇特 每一次碰触 都令裴三关节 欲要被卸下一半 啊 人体竟然也能如此精妙 裴三在和腾青山厮杀当中 完全震撼了 他从来没研究出 如此玄妙的对身体的攻击 咻 腾青山一枪刺来的时候 关节器嘛 裴三双眸力猛一闪 他竟然不全力防御 而是使用一只左手去挡 而右手则是猛的斜身 朝腾青山抓来 找死 腾青山一咬牙 轮回枪威力抖身 以腾青山枪法威力 一般实战全力枪 裴三是必须靠双手才能挡住 一只手是根本拦不住的 而这一次裴三的拖大 显然惹恼了腾青山 轮回枪的枪肩 直接震开裴三的手指 而后微微一震 便刺穿裴三的左手手臂 扑持 枪肩从裴三手臂另一端伸出 呼 而裴三的右爪 也伸向了腾青山身前 腾青山右手拉枪 左手则是拦截 凭借腾青山的近身手上技巧 是有把我握住这一爪的 啪 二人的手瞬间交错 腾青山只感觉 左手一疼 裴三的右爪 便狠狠抓向腾青山胸腹部 腾青山立即一运动 体内肌肉筋骨变换 胸腹部硬是凹陷下去 呸 裴三锋利的一爪 依旧撕裂腾青山穿在体内的内甲 抓走一大块血肉 鲜血淋漓 嗖嗖 腾青山和裴三迅速疯开 安静 白马湖周围成千上万人都安静下来 而天神功和行义门两方都是震惊了 啊 青山 师父 爹 李俊腾寿 阳东等一群人 还有红武红林他们都看到腾青山腰腹部鲜血淋漓 而在腾青山对面远处的裴三身上则是破破烂烂 更是有多处受伤 左手臂更是呈现怪异的扭曲 手臂显然废掉了 腾青山深吸一口气 控制肌肉 胸腹部鲜血停止流出 可是这么大的伤口 也完全让腾青山的发力 近战受到影响 不过 还好 达到腾青山这一层次 近身战靠的是世界之力 身体力量 几乎可以忽略 所以攻击力 影响并不算大 裴三 你 你竟然学会关切剂了 腾青山震惊看向远处的裴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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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青山 我爹感谢你 感谢你啊 你让我知道 这近身厮杀 可不单单像野兽那般 说着 左手致已经无法使用的裴三 竟然大笑着 再一次朝腾青山上来 裴三 认输吧 腾青山不认为 自己会输给只能用单手的裴三 嗖嗖 湖面上 两道残影瞬间消失 而后在中央交错在一起 吐吃吃死了 裴三的攻击血腥之际 根本不顾他已经重伤的身体 甚至于有时候可以以伤换伤 更诡异的是 裴三的眼睛却是越来越亮 整个人精神上却是越来越兴奋 对 对 是这样 哈哈哈哈 太精妙了 轰隆 腾青山和裴三两人再一次分了开来 此时裴三满身燃血 右手也重伤了没法用了 裴三 还不认输 求死不成 腾青山身上虽然有着伤 可是却占据绝对上风 毕竟此时的裴三 双臂都没法用了 哎呀 腾青山要赢了 裴三要输了 都快被废了 在白马湖畔 来自九州大地各地的成千上万人们 都惊叹唏嘘不已 他们都认为 他们在看着一个绝世魔头人物的陨落 此时的裴三 也的确够狼狈 双手都举不起来 身上更是伤势处处 功夫都在一双手上的他 还用和腾青山打吗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玄幻永生小说 九底记 作者 火吃西红柿 演播 夜语听声 第三百九十八集 白马湖上 雪越来越大 远处观看的人都只能磨磨 呼呼呼看到白马湖上站着的两个人影 只有强者们才能分辨清楚二人的伤势 裴三 认输吧 腾青山手持轮回响 认输 裴三发出古怪笑声 你在说笑吗 腾青山 接我最后一招吧 话音刚落 裴三整个人的气势大变 就仿佛开天辟地的神人一般 整个人猛地跃起 随后右腿高高挥起 就仿佛披开天地的巨斧 嗡 天地在这一腿面前都站立起来 啊 什么 腾青山面色大变 整个天地 一瞬间都消失了 变得一片黑暗 黑暗中只剩下着批来的可怕一腿 腾青山想动身体 可是感觉身体移动太慢太慢 根本无法闪躲开 裴三这不可思议的一腿 他想要刺出轮回枪 竟然觉得刺枪速度还是不够 太慢 闪躲来不及 敌挡也来不及 啊 哇 快 快呀 腾青山手持轮回枪 拼命要让轮回枪变快 拦住这可怕的一腿 可是 轮回枪速度就是不够 轰隆隆 这一腿被盗 可是其中蕴含的强大力量 引起的空间战力 已经传递到腾青山身上 腾青山都感觉 整个人都发颤起来 就好像被巨人戏弄的一个婴儿一般 那一般无助 那一般的无法反抗 我不想死 不想死 爹 小军 蜘筑 青山脑 嘯 堂青山脑海中 一瞬间浮现出亲人的影像 他不想死 可是裴三这腿已经让他根本无法抵抗 太慢 太慢 腾青山只感觉轮回乡太慢 绝望 前世的时候 自己和神国三大巨头之二生死一战 那一次自己死是心未死去 至少自己救下了弟弟 前世的自己已经无牵无挂 小猫早死了 自己没什么眷恋了 而这一次自己真的不想死 前世今生仿佛泡沫一般破裂 难道又要再死一次 腾青山绝望了 黯然了 腾青山仿佛感觉 就好像前生死去的感觉一样 这一次自己又要死了 那种生命离去死亡到来的感觉 黑三在施展出这一腿的同时 也在观察着腾青山 见腾青山脸上都露出死色 不由 遗憾了他们一口气 可就在腾青山整个人仿佛陷入死亡的时候 他右手的轮回枪却瞬间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 砰砰砰 轮回枪 长腿交击 这一次交击令整个天地猛的巨震 而后 嘶啦一声 就仿佛有一个巨人猛的撕开天地一半 整个天地突然被震裂开一个 所有十余丈宽的巨大黑洞 白马湖边上观战的成千上万人 一个个呆滞的瞪大眼睛 看着白马湖上空出现的黑洞 而后 这黑洞迅速地不断修复 洞口不断缩小 直至最终消弭 啊 破碎虚空 啊 是啊 破 破碎虚空 是破碎虚空 整个白马湖 随着第一声惊呼 而后成千上万的人们 都发出了潮水般的欢呼声音 声音震动天地 所有人都欢呼着 就算是对滕青山 陪三有仇恨的羽黄门人 也是一个个呆滞了 完全正傻了 所有人都知道 破碎虚空 代表着什么 至强者 最可怕的是 二人交集 能破碎虚空 代表着什么 二人 都是至强者 前所未有啊 胜个死 死个胜 这最后一步 原来是这样 滕青山难难道 看着不远处的陪三 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这最后一记想法 变为轮回吧 在最后一刻 这万兽之尊 也是人 不管是蛟龙 龙龟 神缘等等 最蕴含天地 奥秘 自成圆满的 乃是人的身体 人的身体 才是万寿中 最精妙的 二人在说完 这番话后 都闭上眼睛 泥丸宫中 轰隆隆 腾青山的泥丸宫 在发生着 剧烈的变化 世界之力 完全化为 混沌灰色之力 所有的力量 不断凝聚 整个泥丸宫 本身的色彩 也在改变 最后化为一个 灰色的弹性 而这弹内 则是无尽的水银般 流动的混沌之力 混沌一体 归为原始 一切都回归于本源 无生无死 这就是世界的雏形 腾青山心中 缓缓道 九州大地 就好比一个成长的巨人 而志强者的泥丸宫 形成的世界 现在 则是一个弹 还未孵化的弹 可是 已经回归混沌 回归原始 看似死界 却又无尽生机 同时 无尽的混沌 原始之力 迅速地遍及 腾青山全身 腾青山全身的筋骨爆响 从身体内部 细微深处 乃至于皮肤等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身体的力量 不断地跃升 一次次跃升 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单单靠一巴掌的力量 就足以打死 动躯强者 而且身体筋骨皮肤 也在不断变化 变得更加坚韧 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腾青山身上的战甲 手中的轮回枪 同样发生着变化 可相比较而言 兵器的变化 使不如身体变化剧烈 许久 一切变化 终于停止 雪 已经停下 腾青山和裴三二人 几乎同时睁开了眼 彼此相视 都笑了起来 此时的裴三 原本几乎被废掉的双臂 已经完好无损 身上 也在无一点伤势 腾青山身上受伤的部位 也同样被完全修复 连疤痕都看不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九鼎记 哎 志强者竟然如此的强大 裴三忍不住感叹一声 以我拳头空间都站立起来 嗯 是很强大 达到志强者后 我们的世界虽然还只是初行 可也和九州天地一个层次了 就好像九州天地是一个生灵 志强者尼丸弓就是未孵出的蛋 同样是一个生灵 至少在生命层次上是一个等级 腾青山微笑道 九州天地已经无法压制我们 所谓的生命大限 所谓的身体极限 都是九州天地 给生活在其中生灵的一个枷锁 令人类最强力量也就八十万斤 其实按照人类修炼 身体力量完全可以更强 可是这是天地极限 而达到志强者便脱离了限制 腾青山和裴三的身体力量 都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难怪志强者都将志强战架留下 裴三一笑 腾青山也是一笑 我们这样还需要志强战架 腾青山在握着轮回枪的同时 都有一种感觉 只要猛然发力 就能握碎已经是志强兵器的轮回枪 志强者的身体是超越志强战架的 自然志强者不在乎战架兵器 白马虎湖畔四周潮水般的欢呼声 可是腾青山和裴三几乎同时眉头一皱 二人相视一眼 他们都感觉到了这九州大帝给他们传来了一个指示 虽然很模糊 可是他们都明白了 九州大帝让他们二人在寿命达到五百岁之前破碎虚空 离开九州 若是不然 九州大帝会直接将他们排斥出去 我总算知道 为什么九州大帝上志强者最多存在那么多年 裴三孝道 没办法 腾青山一笑 我们不走 到时候 九州大帝直接将我们赶走 老天是有灵的 他有他自己运行的一套规则 达到志强者 已经超过了他的限制 那么 他只能让志强者在寿命五百年到来之前离开 不离开 天地规则就会直接将志强者给移送出去 腾青山 你准备什么时候破碎虚空离开 裴三孝道 腾青山微微一笑 达到志强者境界后 他能清晰感觉到 这方天地已经约束不了他 甚至于一用力 即可破碎开一个洞口出来 啊 我还没想离开 腾青山说道 我是准备 让我女儿成亲之后 我就破碎虚空离开 裴三微笑道 这九州大帝 对我已经没什么吸引力了 破碎虚空之后 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很好奇 这才是我裴三该去的地方 腾青山 你果二人作伴 一同走吧 破碎虚空之后的路 没人知道 裴三也很想腾青山和他一起走 你对九州没眷恋 我可是还有很多眷恋的 我不想走 腾青山摇头 否定道 裴三遗憾摇头 也好 不过此次一战 你我进阶受益 都达到至强者之境 也算是圆满了 腾青山开心地笑了 至强者 能达到至强者 那种脱离九州桎梏 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九州无法限制的感觉 的确很美妙 二人相视一笑 而后 分别朝各自亲人所在飞去 嗖嗖 几乎一闪身 二人就出现在 各自亲人旁边 速度之快 比之不色凤凰的 极限速度 还要快上一大截 而且这还是 二人没有尽全力的缘故 这就是至强者 已经脱离九州大地 限制的无敌般存在 难怪能够想统一天下 就能统一天下 整个白马湖 好似沸腾了 无数的人们激动地欢呼 九州大地 已经很久很久 没出现至强者了 自从世家祖师往后 两千多年了 一个都没有出现 这一次白马湖一战 竟然出现了两大至强者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青山 爹 在滕青山出现在 白马湖的楼阁当中时 李俊 红武 红林 都跑过来 抱住了滕青山 一家人 紧紧相拥 青山 旁边的滕永帆 瞪大眼睛 看着滕青山 哼 爹 娘 滕青山一笑 你 你 滕永帆 有些结巴了 你 你成为至强者了 旁边的袁兰 也有些结巴 和 和羽黄 其令天地一样的至强者 滕青山点了点头 滕永帆和袁兰 这老夫妻二人 彼此相识 袁兰愣愣地说 老头子 我儿子 和羽黄 秦领天地 一样了 这一对乡下夫妇 怎么都没法想象 自己儿子 竟然一下子达到 九州大地传说中的 至强者境界 羽黄 秦领天地 世家祖师 那是何许人 那是被人当神灵败祭的存在 滕青山有内加权一脉传世 又达到至强者境界 将来同样 会被无数人当作神灵败祭 这儿子 达到这地步了 滕永帆摸了摸脸 我的老天爷 我 我滕 我滕永帆 竟然有这么厉害的儿子 旁边的滕兽 杨东 薛新等人 也是激动若狂 而楼阁外 聚集的大量行义门地死 更是欢呼不断 欢呼声 响彻天际 他们的门主 他们的内加权祖师 达到了至强者境界 这注定了内加权一脉 将会再度提升 达到一个极度强大的地步 爷爷 你是至强者 秀秀清水声音响起 滕青山低头一看 不由笑着 抱起了秀秀丫头 可是爷爷 什么叫至强者呀 秀秀 秀秀瞪着无辜的大眼睛 看着滕青山 显然他这个年纪 根本不懂 至强者的含义 顿时 屋内一片笑声 腊月十八白马湖一战 已经过去了很久 可是在九州大地上 关于这传奇性的一战 议论是经久不消 在许多酒楼茶寺 都能看到不少说书的 不断地叙说着 白马湖上 飞雪之战 毕竟 这可是两大之强者 诞生的一战 就算再过去万年 十万年 这白马湖之战 也会永远被世人记住 不单单如此 万象门还特地地 撰写了一本书 《白马湖上巅峰之战》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玄幻永生小说 《九点记》 作者 《我吃西红柿》 演播 《夜语听声》 第三百九十九集 扬州 大岩山行一门 东华院当中 爹 你看这书中写的 还真是有意思 洪武拿着一本书席 走进书房 笑着对滕青山说 哦 这书中是怎么写的 滕青山放下毛笔 笑着说道 是这样的 洪武笑道 这书上说 六千多年前 宇皇成为 宇皇成为至强者 五千年前 秦岭天帝成为至强者 四千年前 师建仙李太白成为至强者 两千多年前 世家祖师成为至强者 现如今 一次性诞生两位至强者 按照时间算 平均一千多年 就该诞生一位至强者 而世家祖师之后 足足两千多年 没一个至强者诞生 所以说 一次性 累积到现在 一次性 诞生两位 滕青山哑然失笑 累计 这至强者 还能累计 不过 爹 这说的 还真有点道理 洪武笑道 滕青山点点头 嗯 对 还真的一千多年 诞生一位至强者 好了 你去练拳 我将这本密集写完再说 滕青山说道 是 爹 洪武立即乖乖离去 滕青山 则是继续书写着密集 自从达到至强者境界后 悟通那混沌原始的道理后 对于这内加泉 早就成竹在胸 略微花些心思 便是一本密集出来 他总算明白 为何摩尼寺 有那么多的密集了 因为 至强者创造密集 的确比较容易 成为至强者后 滕青山倒是悠闲 陪陪家人 偶尔写下一本密集 或者将行义门的一些真正精英 跳出来指点指点 那些面对滕青山的内加泉天才们 个个忐忑激动得很 滕青山 已经成了内加泉一脉的神灵般人物 一晃 白马湖一战 已经过去了一年 青州 天神宫内 正月十八这一天 天神宫内处处张灯结彩 喜庆万分 因为今天 正是陪三的女儿 陪雪莲 和陪三的大徒弟 李朝 成亲的日子 当日陪三 也就那么一说 回头 蹙合蹙合 竟然 还真成了 这二人成亲 可是天神宫的大事 天神宫本身 回忆下的一脉脉上层人物 个个带着重礼赶过来 而羽皇门 嬴使家族 龟元宗 雪莲教等 也都收到请帖 毕竟 黑三乃是九州大地上 一位志强者 他女儿要成亲 谁不给面子 羽皇门 就算过去 和天神宫 有点冤仇 也会当作没发生 嬴使家族 嬴海童到 外面迎客出的声音 响彻整个天神宫 海童兄弟 虚敬强者到来 今天的新郎官 李朝 亲自去迎 哈哈哈哈 李兄 今天你可是大婚呢 怎么能在这儿呢 一时间 这天神宫内 笑声不断 先天强者 在这儿并不奇怪 虚敬强者 都有不少 那些在各地 称霸一方的人物 在这里 倒是乖得很 行一门 藤门主 到 远处迎客的人 声音都颤抖起来 他更是不敢 直接喊出 藤青山的名字 哦 藤门主来了 是藤青山 天神宫 那空旷的大殿中 不少人 彼此小声议论 显得有些期待 哈哈哈哈 是青山兄弟来了 一道爽朗 笑声响起 其他宾客来 都没出现的裴三 亲自现身 笑着 朝大殿外走去 只见一身白袍的藤青山 和同样一身 白色罗衫的李俊 就仿佛神仙眷侣般 飘然而来 裴三老远 便拱手喊道 青山兄弟 哈哈哈哈 裴老哥 藤青山也是笑着拱手 在九州大地上 如今只有他们两个制强者 自然有一种强者之间 惺惺相惜的感觉 而且说起达到制强者 那裴三 也受藤青山启发 才悟出最后的一步 而藤青山 也是受裴三那一腿的威胁 才领悟出来的 当藤青山和裴三 并肩走入大殿的时候 整个大殿内 各方宾客 都连忙站起来行礼 藤青山也是微笑着点头 在大殿当中 一些陪父母过来的年轻人 看到藤青山更是激动得很 想要上去和藤青山说话 却又不敢 哇 藤门主好年轻啊 大殿角落上 一名陪父亲来的少女 激动得满脸通红 哈哈哈哈 藤门主是十七岁踏入先天 自然显得年轻 旁边他爹笑着说道 藤青山自然坐在主座上 亲眼目睹了那裴雪莲 和李朝拜天帝的场景 这一次裴雪莲成亲 藤青山和李俊是必须来的 毕竟李俊是裴雪莲的徒弟 这一次来 也是缓和双方的关系 既然腾青山和裴三 都已经成了朋友 裴雪莲和李俊 自然更没什么隔阂了 共入洞房 随着一声响亮的声音 李朝便牵着裴雪莲的手 离开了大殿 哈哈哈哈 裴三不由 发出一阵笑声 哈哈哈哈 裴老哥 很少看到你这么高兴 腾青山笑道 雪莲成亲 我也算了结了一份心思 裴三看向腾青山 二人谈话 直接将周围空间隔绝 不让别人听到 腾青山 我准备明天就破碎虚空 离开九州大地 啊 明天 腾青山大吃一惊 这么快 如果不是我女儿成亲 我恐怕 达到至强者境界后 就很快离开了 现在 女儿已经成亲 我再无牵挂 真的很想知道 九州天地之外 到底是什么地方 大禹 嬴政 李太白这些人 都去了哪里 裴三双眸中 有着一丝向往 腾青山心中 也生起好奇 对呀 破碎虚空后 会是哪里呢 当天晚上 腾青山和李俊 并没有回行一门 而是住在了天神宫 毕竟 明天 裴三就要破碎虚空 离开九州大地了 腾青山自然要送行 青山 李俊和腾青山 正躺在床上 李俊询问道 这裴三破碎虚空 离开九州天地 你 你不会也离开吧 别胡作乱想 腾青山轻轻拥住李俊 逼我走 我都不想走 九州天地之外 可没有这么好的妻子 那么好的儿子 李俊不斥一笑 嘻 都是治强者了 还这么油嘴滑舌 腾青山笑了笑 没有多说 对了 青山 你说 李俊微微皱起眉头 这破碎虚空之后 治强者 又会到了哪里呢 我也不知道 腾青山摇头 我看过李太白 留下的一块石碑 他同样不知道 这是一条未知的路 如果不亲自走走 根本是不知道路通往哪里 可是 一旦走了这条路 可就没法回来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九鼎记 李俊点了点头 历史上的志强者 没有一个能回来的 啊 睡觉吧 别乱想了 腾青山 轻声笑道 黑夜过去 天亮了 在天神宫的后院外空地上 腾青山等人 也包括 刚刚成亲的裴雪莲 李朝 都待在这儿 可是 要破碎虚空的裴三 却不在 那是爹的禁地 禁着任何人进去 裴雪莲看着后院门口 我只知道 那是一个陵墓 却不知道 是谁的陵墓 哼 你他多大 旁边李朝一笑说 在你出生之前 收我为徒前 师父 肯定经历过什么 人都有秘密的 不用多想了 旁边的腾青山和李俊 只是静静等待着 片刻 一身黑衣的裴三 从后院院门中 走了出来 朝外面众人笑了笑 哈哈 青山兄弟 让你久等了 哼 不急 腾青山笑道 雪莲 裴三看着自己女儿 裴雪莲忍不住 就扑进了父亲的怀里 她知道 她爹这一走 将永远不会再回来 抱着女儿 任凭女儿在怀里哭 裴三自己 眼睛也隐隐有些湿润 毕竟 这是她亲手带大的女儿 阿朝 裴三看向李朝 笑道 雪莲 就交给你了 你可别让我失望 放心吧 师父 李朝自信说 裴三满意点点头 他是看着李朝长大的 对李朝的性格 十分清楚 裴三看向旁边的弟子 苏蒙特 兽王乌侯 以及自己的兄弟裴浩 老五 我就先走了 裴浩微微点头 感叹道 唉 大哥他们 一个个都走了 如果他们知道 三哥你能达到至强者境界 一定会很开心的 裴三点点头 心情也复杂得很 毕竟他的一个个亲人 都接连去世 好了 不多说了 裴三看向李朝 裴雪莲 阿朝 我的兵器 志强战甲都留下了 这志强战甲 就交给你保管了 李朝点点头 爹 你破碎虚空 到底去哪儿 我 我 裴雪莲想说什么 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问青山兄弟 就算是至强者 也是不知道 这一步跨出后 到底是去了哪儿 好了 诸多密集 志强战甲等等 我都留下了 我就带着这一身布衣 还有一直 陪着我的这个小顶 裴三从胸前 拿出那和藤青山 几乎一模一样的 黑色小顶 前世今生 他一直陪着我 宝物有灵 给你们吧 他也会走 既然我要破碎虚空 他也没有离开 就和我一道走吧 滕青山点点头 他听懂了裴三的意思 裴三前生乃是向凡尘 就有着黑色小顶 转世后 黑色小顶还是跟着他 青山兄弟 我要走了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可愿意和我一道 离开着九州天地 共同闯荡 裴三看着滕青山 旁边李俊 不由面色微变 滕青山笑看着裴三 随后转头 看向妻子 看着妻子担忧的面容 滕青山 却是握着妻子的手 随即才笑看向裴三 裴老哥 对我而言 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没有家更重要 我的家在九州 我不会离开 不管什么地方 都没有家更重要 唉 算了 等五百年到 你还是要离开的 青山兄弟 我就先走一步了 随即转身 右手高高举起 那混元原始之力 立即灌输右手 猛的一滑 死了 顿时 前方出现了 一个足有三丈高的 巨大黑洞窝口 这空间窝口里面 黑漆漆的 根本看不见什么 人家是赤条条的来 赤条条的去 我是带着九州顶出生 带着九州顶离去 哈哈哈哈 裴三大笑着 一步跨出 便直接进入了 黑洞窟窿当中 而后 这黑洞窟窿 也迅速地收敛 直至 化为一个黑点 最终 完全消失 爹 裴雪莲顿时 痛苦喊出声 跪了下来 师父 李朝 李朝 苏蒙特 寿王 乌侯 也都跪了下来 滕青山 李俊二人 站在那 青山 裴三刚才走 说五百年到 你也要离开 李俊连忙问道 嗯 对 滕青山点头 志强者 是不可能永远待在九州的 最多活到五百岁 就必须离开九州 否则 就算我不离开 九州天地 也会将我赶走 这就是天地规则 到时候 我也要和裴三一样 离开九州 恐怕到时候 我也是带着小鼎 一起离 滕青山表情大变 青山 怎么了 李俊被滕青山的表情 惊住了 滕青山一挥手 轻易地 就在旁边 划出一个黑洞窝口 黑漆漆的 滕青山死死 盯着这黑洞窝口 神秘的 根本看不出里面 到底是什么的洞口 难难道 我一直不知道 九州顶 怎么会出现那个世界 现在 我知道了 青山 青山 李俊被滕青山的表情 吓住了 滕青山看向李俊 微微笑 小军 我恐怕知道 志强者破碎虚空后 到底是去了哪里了 全书博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业宇的其他作品 我感谢您的收听 我感谢您的收听 我感谢您的收听